冬季习车一两电三旅去旅行 朋友们我现在在这个贵州的威远遗租自治县 今天的风是真大呀 看这个风吹得这个小车摇摇晃晃的 但是咱们的小车一样的在路上骑行 马上要进入这一条很弯很弯的这个盘山公路 中场休息10分钟 这个上面有一户人家的 这边怎么上去了 他在前面开了一个门 这就比较厉害了 这条路 他是往这边上的还是往这边上的 往那边上的 反正也要拐很多弯吧 上来了 这边有条路 冒似又是一栋废弃的房子啊 建这个房子建在这个地方也算还不错 能看到整个山谷 这边比较空旷 视野也非常的开阔 这房子貌似废弃很久了 朋友们 看这个大门都生锈了 以前是哪会人家住在这里的 这是离开多久了都 好 你看这个房子 这边是什么山谷 我来说 这边是什么山谷 我来说 在这边看风景不错 这个房子啊其实还蛮不错 不过是我的话把它租下来 花个几百块钱弄一下 花个几千块钱 住在这里真的很不错 废弃干嘛 有点可惜了 这边是修的一个蓄水池子 这片林子叫沙子坡林草 这个山谷里面还住了一户人家 这边有一个房子 好像是护林园住的 爷爷看起来也有三四十年了 这上面的瓦都已经风化掉了 这里应该是进入这片林区的路口 你看进入林区沙子坡林草 这是护林园以前租的 这玩意儿小时候在家还不少啊 好久没看到过了 这红色的东西 你看这多久没人住了 这棵树已经长这么大了 不过这个房子它也只是护林住一下 肯定是没有人常住的 那户人家它住在这个里面也不好出镜 不过单家独户住在里面不想一份清静 也不错 那边还有一个房子 也是废弃在那里了 也不知道当时是何人住在那里 它现在又搬去了何处 像这样的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咱们准备翻山了朋友们 你看 就我的车在那里前面 20分钟差不多了 咱们准备继续出发 还有200公里到达六盘水 今天还跑个50公里吧 凑100公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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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一点呢 朋友们 今天风大 没有走多远 不过也跑了六七十公里了 我想再跑一会就不走了 今天不想跑了 风大 咱们下去看梯田 哎呀 下去看看风机 好大的风啊 哇 好久没看梯田了 咱们去看看 这个天气啊 适合放风筝 真的 放风筝太好了 哇 这么大的风 海拔高啊 风景好 但是风大 正所谓高处不深寒吗 这啥东西啊 肝炸加上牛粪的结合体吗 咱们上去走走看看梯田 这野生的梯田啊 肯定比不上广西的那个梯田了 哇哇哇哩 哇哇哩 这个田它是用来种什么的植物的 我本以为上面 有人在上面种地干活 外人都没有 哎 这是啥东西啊这里面 反正是种了植菜子 还没有长出来 有点船啊 我就是从那边那条路过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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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也有条路 漂亮 太阳就在上面 下午4点半半已经到达了这个威宁县 刚刚吃了一个盖胶饭咱们现在准备出城了 车太多了 哇 哇 哇 那个怪怪赶紧出城吧 今天这风 是真大 这就是威宁县的县城了 我也是第一次来啊 县城很紧凑 哦 哦 那个乖乖 这么大一个坡咱们马上就出城了朋友们今天还不知道去哪里露营啊 嗯 随便找一个露营地吧 随便找一个吧 前方开始堵车了朋友们 咱们找了个停车带停在这里不走了 休息 哎呀 等他们前面去堵车吧 等他们前面通了咱们再走 哦 到家了朋友们 一路上找啊找不到一个好地方 然后 把这个车啊 咦 把这个车开到别人大门口来了啊 这这会人家好像不在家住 我就在这个地方录影一晚行不行 好 应该没问题吧 打招呼都打不了啊 这不知道是不是不在家住了 你看 停着一辆车 就这里吧 晚上的话 再找的话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如果这会人家晚上来打出来的话 我就应该不会出来 现在这个点大门就关上了是吧 才呀还没天黑 应该是不在家了 可能明天上午回来 明天上午咱们早上就走了 好吧 朋友们就在这里 不挑了